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是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创始成员 先后五次获得德国杯冠军 是德国最成功最受欢迎的足球俱乐部之一 12月17日下午 法兰克福四川足球清训中心 在位于四川内疆的国家南方连届足球禁训基地正式成立 这也是该俱乐部在中国成立的首个清训中心 据了解法兰克福四川足球清训中心成立后 将面向四川省局全国挑选天赋球员 通过引进德国先进清训体系 开展青少年球员培养及教练员培训 为中国培养输送更多优秀球员 就这次我们引进法兰克福俱乐部的一个清训体系到我们内疆 它作为国内第一家引进的纯德系的一个清训体系 目前来了俱乐部给我们派了三名A级欧竹年的教练 到我们俱乐部已经来了三个月 带了我们三支队伍 这三支队伍就是三个月时间 通过他们的精心训练提升的速度很快 质量也很高 然后他们在三个月时间 先后获得了成都市的校园足球冠军 然后就是四川省锦标赛 丙组的一个 男子丙组的一个冠军 在建成25片专业球场的连届足球竞训基地内 足球小将们正在奋力拼抢享受这项运动带来的快乐 在德中有协联合会副主席菲利克斯·库尔斯看来 要想踢好足球 专业的技战术训练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要营造快乐足球的氛围 我觉得双方训练的理念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我认为对于这些年轻的球员来讲 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在足球中找到快乐 不能通过训练让他们感到痛苦 他们只有一直在快乐 他们才有动力去踢得更好 我在中国走了很多地方 我看到很多有天赋的年轻球员 我相信只要他们通过这项运动能够得到自信 能够得到快乐 那么将来他们中间一定会产生我们需要的球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